行了行了 升打先升打 你先升打行吗 我这刚开200公里 不好意思五千转了 我的天 问题不大 师兄的白嫖之旅第三期 前两期我们分别白嫖了二手车 泛子勒法拉第四五八 以及豪车租赁公司的南博基里小刘 你们都说我起点太高 今天我们就来白嫖一个更加平民一点的车型 李伟龙买新车了你知道吗 必须白嫖起来 你看我刚约好了 早上9点到奥森 现在已经快10点了 他还没来 不过这次迟到我并不生气 因为他开这个车容易塞车 你们俩开差不多少不少 热呀 今天37度 麻烦您把钱交一下 我交回来 我没钱 手机我现在扔 好多年没有开过手动挡敞同车了 我好像从来没有开过 我首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据说是全北京第一台 第一台新到没法上牌 昨天刚出的金环 多少钱 39万8 我买的现出 落地来就是40多一点 40左右 40万买一个 我看你的好软 好软 我911过来就没法过 你还动不动你的老提911行吗 40万买一个K卡你是怎么想的 翻卡 对 翻卡 你这个轮子都是四个过去挪穿 明显就是K卡 超跑一样 40万买一个K卡你是怎么想的 买的时候比较冲动 因为买的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 什么配置也不知道 什么颜色也不知道 能不能上牌也不知道 通通都不知道 如果不能上牌怎么办 当时就在赌 不能上牌就上外地 那上外地 你车就进了城 有啥意思 我又不住城里边 现在不是住城外 160万买911的人 可能都没有你这么任性 不是买不起160万的911 马自达这套设计推出来了 已经六七年了 就现在看上去还可以 对 你现在看上去新车一样 设计非常的带劲 多少马力 180 所以你这个车已经是2.0的高功率 高功率 那已经相当于饱满的2.0T了 那肯定了 加速也就是个七秒 反正比比比较快 我来试一下动力 我现在是5大 我降个3大 你俩人没有用 这光后不走 后段还可以 刚起来之后还可以 那肯定了 这一代的MX5 其实也已经出了780 跟比较载差不多是同期的 因为这个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15年我刚回国参加工作 还没回来的时候 在德国试过一回 1.5手动 这个车还有1.5手动 你们知道吗 1.5就是那个 安克赛他这放了进去 那个时候给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1.0都没有 这是1.0都没有 我总业这么多年 我很少开过有车觉得说动力不够的 别的车超车之前先降导 那个车超车之前先降导 再降导 你开着空缴带人上坡 着急 有时候都想下车 就推吧 太慢了 为什么你这个车窗 那一件升降了没有 它有一件降 但是我发现你这个车买的实际不对 到了北京最热的时候 你把厂房车买回来了 我又不嫌热 我就希望肤色晒得和谷天乐老师一样 你能够表演一下这个厂房怎么开吗 是电动 非常厉害 首先你希望把这个抬起来 不用慢 你这个和速度没有关系 然后这样我们就 你这个也太快了吧 一秒钟 你这个和速度没有关系 电动墙 电动的还是在50公里 你看那种 对 这个你就只要你腾开的功夫 你腾开手 然后开也很简单 开就要把这个拉一下 然后这就开了 然后大力出奇迹 把它扣上就可以了 就是我40万为什么买这个车的原因 你这个厂房太欢乐了 这个世界上可能有车比我开的快 但没有车能像我这个车 开厂房那么快 而且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是坏 如果你机械结构的 它容易出问题 但如果你是软点的 它的结构要更简单 更可靠一点 你为什么40万要买个厂房 我就想买个厂房 只买这起40万的 这样解释可以 就是买车颜值是第一的吗 这个车我觉得颜值就非常的帅 我也一时想买一厂房 到现在没实现 主要是那个488400的 有点贵 你可以买那个mini EV 那个挺好的 其实很多人以为北京不太适合开厂房 但是最近几年大气治理得不错了之后 其实北京适合开厂房 实现还挺长的 我就当买了摩托车开 就是开摩托车没啥区别 那个车开起来和BRZ有什么 大家很关键 和BRZ有什么区别 这个车的极限跟BRZ之间 得差一个老款BRZ 咱们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 因为它跟老款BRZ 其实是差不多时代的 N2升级之后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 这个车极限太低了 因为你没怎么开这道极限 它的悬架非常软 它的轮胎又非常窄 我现在就认为这个车就是翻卡 BRZ那个车 你还可以试着把它改成一个 偏赛道取向的车 但如果这两个车 你同样都是往赛道取向进化的话 N2绝对是不如BRZ 我觉得它手中的弱感 感觉甚至比BRZ好一点 它比BRZ轻一点 但问题是没有BRZ清晰 其实BRZ是更机械感的 它挂起来就像你亲自 把齿轮塞进变速箱里 有那种机械感 而且它有点模糊 有的时候你二升三 没升好直接升到五了 它的二档很难入 这个档位不是很清晰 然后这个车开起来 是不是会比较对短响灵活一些 差不多吧 而且这个车的倒车很爽 我直接站着走 80年的开下地的时候 倒车这样开 但是这个车其实配置挺高的 原厂就有5线卡布雷 然后有倒车领向 那你这个是我见过第一个车 有原厂5线卡布雷的 日本车对不对 第一个日本车 每个赛斯的奉品都没有 因为我这是墨规的 过几个车 然后拉过来之后 整个操作界面都是拉丁语 我整个人都拉米国了 只有拉丁语 英语 然后日语 和法语好像 这拉丁语的真是不懂 但这个车其实在欧洲卖的很好 我现在英国时候 满纳街都是这 满纳街当然都是上的 上来 或者是上上代 当时在欧洲 在英国看到这个车售价的时候 我就已经内容满面了 和同排的马三几乎是几个价 就1.5的跟1.5的 那个昂克塞拉 2.0跟昂克塞拉 这几乎是一个价 在国内这个车和5系一个价 这么看好像是有点贵 是不是 这么看好像是有点贵 40万买了一个 全部都是硬塑料的车 触手可及的硬塑料 全是硬塑料 就躺棚说嘛 对吧 你弄个翻包皮 或者你弄个皮质 它风吹之下的 你得搞一个软的塑料吧 起码 下一下就软了 下一下就软了 所以我说为什么 国外这个跟昂克塞拉 一个价是有道理的 它墨规本身也很便宜 其实本质上MX5就是一个代步的小厂棚 其实MX5还像世界纪录 很多人都不知道 卖的最好的厂棚 世界上卖的最好的厂棚 那就是MX5 因为它便宜 说回这个车 我刚才试了几脚动力 就日常代步的小厂棚来说 这个动力是挺合适的 这个车我觉得够用 如果你不带人的话 它动力可能会更好一点 主要是在于取决于你车里带几个人 行了 我还没过刚开200公里 不好意思五天转了 你开了半天感觉咋样 我觉得手动挡的E操作程度比较最好 离合也非常兴趣 特别清晰 就是那个结合 先升挡 然后它咬合的距离也很长 很好掌握这个离合 我开过为数不多 我觉得我开上 没有什么负担的 没有什么负担的手动挡 手挡是带LSD的 更适合你淘宝赛道是吧 但是这个可能你城市里开 就我跟我媳妇说买这个车的时候 我说只有手挡 然后买完之后 她突然发现这个车有纵挡了 她就很神奇 就骗了一下 哇 这个垃圾还在流汤 开场不是 刚才就跟着垃圾车后面 啪眼的味道 必须把它焯了 你行了升个档行吗 刚开200公里 好像5000一直顶着开 那你买完这个车之后 对你生活有什么变化 我媳妇经常问我 到底出去干嘛去 我说我开车 她总觉得我开这车 像出去就不像干好事的 我开911我媳妇也得行 别动不动老提911行吗 但是我就是轻易不让我开这个车 你那日常开这个敞风车出去会被围观吗 好会 就是有很多人会问我车多少钱 是男性还是女性 男性 女性都比较腼腆了 不会说摇下车窗问你 大家就比较好奇 不过我现在开了大概20分钟 我觉得我对这个手动挡还是特别喜欢 你喜欢我有点心疼 你一会挂错 一会5000升挡了 问题不大 你这个车打扮还是很有JDM的风趣 你不能全按相应位感 虽然是墨西哥生产的 头枕里边还有蓝音响 打电话的时候 音响应该从哪出的 所以很多人买这个车就没有办法换座椅 不然你的车就没有蓝牙电话 你是一个买了很多日系JDM车的人 但是你会发现你买的JDM车都很贵 没有get到JDM的精髓 当代JDM的精髓就是贵 朋友 我今天已经对你很可以了 我平时开这个车的时候都不开风景了 为什么呢 我心疼 我可以开暖风 那你开冷风不行 为什么呢 人家浪费了 多热 你还能抵上点热气 快点了 这个车真的是比较快乐 我开这个车每天都觉得很解压 我开BLZ都没有开这个车这么开心 今天没有太阳或者更开车 一会您方便帮我加点油吧 弥补一下我这个受伤的心理 92没问题 那不能 只加98 别的不加 98保不了 韩哥说每回看98的油绝对是加了91 韩哥就敞了人 韩哥特别敞了 加油去吧 98加满 喜欢记得分享哦